原标题,乌克兰高山没了,美舰刚来五天就撤退,俄罗斯,认清现实八十里黑海的美国麦克亨利堡, 靠两期船务登陆舰,近期俄乌两国之间的紧张对峙,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,而作为弱势的一方,乌克兰深知资深的军事实力,无法抗衡俄罗斯,因此,除了在边界进行一些必要的兵力调遣动作以外,基辅不得不更多的,将希望寄托在了背后的西方各国,而其中自诩为世界警察的美国,则更是成了他们眼中的监视靠山。 然而现实仍然很残酷,运引外国媒体消息,此前抵达黑海为乌克兰驻镇的美国麦克亨利堡号,两期船务登陆舰,在1月11日,就扯出了该海域,此举对于本就被改额方压力的乌克兰政府而言,无一与雪上加霜。 俄罗斯方面也已在向乌克兰施养,希望乌克兰当局认清现实,不要失望北约国家会尽全力帮助乌克兰。 遭了扣押的乌克兰海军船只,而俄乌两国之所以会闹到如极箭板怒章的地步,其原因得追溯到去年11月25日发生的海上对峙事件。 当时,一直包括两艘炮艇和一艘托船在内的乌克兰海军编队,由亚素海航行至柯治海峡,此举随即引发了该海域的主权所有者俄罗斯的强烈反应。 作为回击,俄方很快便出动了数艘武装边防船,前往克兹海峡大桥附近海域,与三艘武海军船军展开对峙,甚至还动用了14.5毫米机枪,进行散射攻击。 相比之下,在数量和多位都处于劣势的乌克兰海军,很快便败下阵来,并在最终连同船上的24名水兵,一起遭到了俄邦的扣押。 俄方人员扣押的乌克兰水兵值得一提的是,不甘于败局的乌克兰一方,团曾企图派进后被建制,前往克兹海峡一挽回局面。 然而,这一举动,很快就遭到俄邦识破,后者随即派出了两架苏25包足强机机,和两架卡夫52端文武装直升机飞地制防海域上空,这才是得乌克兰方面的计划彻底落空。 而在此之后,乌总统波罗宣科,先是宣布本国部分地区进入镇定状态,后又将战略力量,后撤制安全地域,并调起演大批兵力,赶赴俄乌边境地区。 为了弥补自身兵力的不足,乌克兰军队甚至还加许多退伍的老兵丁招回部队,看似摆出了一幅与俄军此刻到底的架势。 但在另一方面,乌克兰仍旧没有放弃依靠外交解决问题,为了逼迫俄方尽早释报被扣押的24名水兵和三艘船只,基普不仅联合了西方都国一起,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外交声明, 甚至还组建了一支非常专业的法律团队,与俄方进行周寻,并声称,莫斯科应当遵守据内瓦公约内容,今早释放乌克兰战俘,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,针对乌邦的声明,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,则做出了非常犀利的回答,由于俄乌两国并未爆发战争,因此,这24名乌海军水兵并不是战俘,而是刑事犯罪嫌疑, 人,理应受到俄罗斯国内法律的制裁,如此言辞实在是让人白口莫辩,而是发至此,这24名乌克兰海军水兵,仍然在俄罗斯境内,或者如同囚犯一般的牢狱生活,因此毫不夸张地说,乌克兰和西方都国的口头呼吁,已经彻底被俄罗斯担成两耳边风,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言。 美国海军麦克亨利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,在看在外交方向的攻势不起作用后,美国和英国等国,不得不开始在军事上搞起了小动作。 其中,美国海军麦克亨利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驶入黑海,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 这一举措随即引发了乌克兰和西方媒体的一阵欢呼,一时间,美国为乌克兰被口水兵撑腰都论掉不绝于尔。 抵达黑海的麦克亨利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与此同时,接受采访的美国第六舰队斯林丽莉莎·M弗兰谢迪·Lisa·Francetti,副上将也对外界表示,麦克亨利保Fort January号两栖船物登陆舰进入黑海的举措, 重申了我们对黑海安全的集体决心,并加强了我们与北约盟国和该地区伙伴的牢固关系。 从这一系列举措看来,美国仿佛真的摆出了一幅为乌克兰当靠山的架势。 狼狈逃走的麦克亨利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,只不过打领来的实在太快,或是出于对俄罗斯军队的谨慎态度,又或是不愿意为乌克兰承担巨大风险。 麦克亨利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,仅仅在黑海游荡了五天不到就拍拍屁股走人,留下了一脸绝望的乌克兰政府和贝克家的二十四名水兵于不顾。 由此可见,乌克兰一张美国单靠山的企图,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。 作者,千云守望 作者,千云守望